我覺得根本就是你故意排行程的吧 露營的那一群也是女生 然後這一群也是全部都是女生 真的 怎麼會這樣做一個人 然後救救你一個人 哈囉 早安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的五點半 我們要準備去日月團那邊玩SUP了 然後我們這次參加的是日出團 第一次在日月團做這種事情 好興奮喔 這位帥哥呢 是我們今天的教練 那他在行程開始之前呢 就會非常仔細的跟我們介紹一下日月團啊 然後還有玩這個SUP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樣的裝備還有什麼樣的注意事項 那個塔叫慈恩塔 然後因為在日月團他海拔比較高 所以他日出時間大概回到六點之後 我們現在把往上翹的地方往上 他說凹的地方 這邊有凹起來的地方朝前面 這個朝人的後面 比較平的地方朝人的後面 我們現在在日月團的月牙灣 就是月彎的部分 超多人的耶 對啊 好熱鬧喔 這個日月團一大早有什麼熱鬧 在日月團有分日團跟月團 那他會分成日團跟月團的原因呢 是因為衛星在照的時候 那日潭的地方會比較亮 月潭的地方比較暗 所以一邊叫日潭一邊叫月潭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月彎 哇有沒有現在看到這邊天空好美喔 快點快要起來了 怎麼樣你會緊張嗎 對啊他就會掉到水裡啊 我有一點興奮又有點緊張 美麗 有沒有覺得這樣看出去超級美的 超美的 以前來日月團從來都沒有體驗過 在日月團玩SUP這個活動 對啊 我有點緊張 我有點緊張 真的假的 我緊張那個水很冷 緊張 很奇怪 很溫暖 這個比上面還溫暖 這水怎麼比上面還溫暖 上去的時候就是用櫃枝的上水 然後我們的美女教練呢 會幫我們協助幫我們上腳繩 真的耶 哈囉 嗨 我們的船上 獎葉攤到水裡面去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應該都興奮到 沒有辦法聽教練講話了 看日出 哇這感覺超棒的 從來沒有這樣子過的經驗 快要出來了 超美 好了我們現在要準備拍團體照了 我發現在這邊當教練不容易 萬一遇到一群不受控制的團員 像我們兩個 日出在那邊已經快要出來了 你看太陽那邊 他現在已經有一道光 他已經要慢慢慢慢慢慢的散出來 超美的 就像小時候的畫畫一樣 那待會我們會在那邊做生態的介紹 真的 真的是一顆圓圓的 出來了超亮的 真的是一顆圓圓的 我們剛才還以為太陽今天躲在霧裡面 好亮喔 好美喔 超級美的 哇超美的 那個太陽照到下面的湖水 太陽出來了在那邊 超明顯的 真的超美 對 他一出來感覺好感動喔 他就尖叫 哇 太陽出來了 然後下一個動作就是這樣 好亮喔 太亮了 好啦我們接下來呢就是要嘗試 讓我們自己站在這個板子上面 喔 已經有人站起來了 你小心一點不要掉下去耶 這樣子嘛對不對 對 高櫃子 高櫃子以後 站起來 來另外一隻腳收回來 慢慢的把槳收起來 先放中間 中間對先給他當作一個支撐的地方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你現在可以開始 現在嘗試的滑滑看喔 超好玩的 撞到教練了 感覺怎麼樣啊 好好玩喔 而且好涼好舒服喔 也不會冷了 真的 太陽一出來就不會冷了 而且這比較不會晃 在那個海邊的比較晃 那當然海邊有浪啊 這邊沒有浪 嗯 初學者可以來這邊玩 好棒喔這邊 我們教練現在要帶我們去個秘境喔 去個叢林裡 看我們現在在這邊 超像在亞馬遜叢林裡面玩SUB的 我們這團玩超久的 大家都已經回去了 我們還在玩 剩下我們這一團而已 超棒的 整個現在整個湖面上面 都是只有我們而已 因為我們這團教練 愛拍照的 應該不是吧 應該是因為我們這團教練 就是帶我們玩比較久吧 我們這團教練就是帶我們玩 對沒錯 對沒錯 然後現在我們的教練 帶我們到了這個地方 他說是全日樂壇最美的一個拍照點 超美 眼淚牆 真的 你知道我覺得最可惜的是什麼嗎 是什麼 我們沒有帶水跟吃的 不然就可以在這裡吃起來 真的好適合喔 整個好平靜喔 對 然後就很適合在這邊吃吃東西 然後喝水 水還可以綁在前面 我們的教練還會拍照知識指導 還會被罵 因為網美來的時候都會唸一下 哈哈哈 你在做動作的時候 他會放輕鬆這樣子看 喔喔喔喔喔 都可以喔 然後呢 這看起來真的是拍了幾百張照片 我們這個教練 絕對是我看過 最有耐心幫女生拍照的男生 通常男生就是 自己的另外一半拍一兩張 喔好好拍好了 我覺得我可以睡個覺 我要不可以睡一種 嗨 一起睡一下吧 太早起了 前面就可以看到月亮 你有看到月亮嗎 我不敢指 不要 在前面 月亮 左邊就是太陽 右邊就是月亮 超酷 真的 月亮跟太陽在同個天空上 哈囉我們玩完了 怎麼樣你覺得玩這個如何 我覺得根本就是你故意排行程的吧 錄影的那一群也是女生 然後這一群也都全部都是女生 真的怎麼會這樣只有一個男生 然後就只有你一個男生 然後我覺得在這 在日月亮玩應該 玩適合初學者來學的 因為他這邊就沒有什麼浪 然後唯一的浪就是 船開過去的時候 會有一點晃這樣子而已 所以可以拍很多美照 然後我們的教練真的是超推的 他真的超有耐心 超有耐心的幫每一個人 慢慢的拍照 拍完照之後 然後再跟他們說 要不要換個姿勢啊 這樣子 狂拍狂拍 而且我們這團的時間超久 真的是超級物超所持的 真的 真的超推 然後我們這團也蠻適合男生的啦 其實因為有一個美女教練 真的 我們今天來參加的這間呢 就是WhatsApp 滑舍立獎 然後他也有他們的IG 如果說你們有需要聯絡方式的話 我們會把它放在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你們可以跟他們聯絡 超推的 從他IG上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厲害的照片 1 2 3 What's up 推 謝謝 幫你跳 掰掰 謝謝掰掰 掰掰 好啦我們玩玩下的了 現在是9點半 我們都會在3點這邊吃早餐 沒有沒有 他們這邊的早餐超風神的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 我還想說他們的早餐會不會是 像是一些上午餘館那種 我剛才就有粥啊 吃飯啊 然後一些配菜這樣子 結果他們是在那邊現做了一段的那種早餐 像是有在吃brunch的那樣子 我都看到了 而且看起來就超美味 超好吃的 對 他做的早餐之外 旁邊還有很多米料 像是他 沒來的那樣 嗯 嗯 而且 而且我跟你說 那邊還有你最喜歡的火醬 再加上發醉 哈哈 超多 真的 哇塞 剛才那樣一份吃不飽的話 還有吐司可以吃就對了 還可以烤 你看這個早餐是不是超美 超豐盛的 它有雞肉 吐司 還有炒蛋 還有不同種的蔬菜 還有水果 好啦 那我們現在check out了 我們準備要去日月團那邊騎騎腳踏車 那因為我們飯店呢 有在賣這個 剛好我們就用他們賣的這個腳踏車券 那他這個一張券100塊而已喔 就是比他們在這邊當地的賣還便宜 那如果你們剛好有住這間民宿的話 就可以直接跟他們買喔 那日月團這邊啊 有幾個很知名的拍照點 然後水色碼頭就是其中一個 然後他這裡有三個這個很好的 都是很好拍照的地方喔 好啦那南投最後一站呢 我們來到了吉吉 那第一站我們要來到老站長這邊 我們要去尋找可以通往英國的魔法月台喔 在哪裡 我又不知道在哪裡 要找找看喔 所以才說要尋找 是不是 哇啊結果那個9月4分之3月台已經撤掉了 嗯 沒了 沒了 給你們看一下網路上的這個圖 是不是超美的 跟在英國的時候一模一樣 結果拆掉了 那我們現在去集體車站看看 他這個集體車站啊 因為921的時候受到很大的破壞 然後他現在已經整修好了 就是也很好拍啊 它是一個古早味的車站 剛剛我們那個民宿的老闆啊 他就有說這個集體車站啊 是很多外國人啊 來台灣中部都會來的一個車站 美麗 什麼 我跟你說剛剛看到一組人 感覺他們就是要去找 四分之三月台的 因為他們就是穿的很英倫風 真的 真的穿英倫風 他們就是要去魔法學院的啊 真的他們去找通往魔法學院的位台 結果來找到 嗚嗚 踩掉了 跟我們一樣 對 跟我們一樣 那我們接下來集集的下一站呢 來這個和平快樂田園 來看這個粉芒草 那他這個粉芒草是今年才有的喔 但他這個粉芒草的花期很短 所以現在已經慢慢退色了 所以明年可以提早一點來喔 他現在其實已經沒有很粉紅喔 聽說再早一點來的時候會很粉 然後你們就可以在這邊拍照 好啦南投最後一站呢 我們來到這個竹山的粗香橋旁邊 那他這邊呢在進入秋季的時候 兩邊旁邊的台灣卵樹會結成滿滿紅色的果實 所以你這邊這樣看過去會很美 那他這邊夏天是滿滿的綠色的 然後到秋天的話他就會慢慢的變紅 而且都沒有人喔 太好了 不像剛剛那個地方又熱人又多 這裡又有陰影喔 真的 又好拍 他這個紅色這個就是樹上掉下來的 喔我剛剛說的那個紅色果實 對 他這個裡面有東西 嗯 對不對 有螞蟻嗎 哈哈 你看前面這裡又有比較多的粉紅色的 軟粗的 的果實 Merry你看會變紅色的果實 就是這個 這個 喔後面你後面那邊那片很紅 這裡比較紅 好啦那我們這次的南投旅行就到這裡啊 你覺得這趟旅行哪也最好玩 我覺得都很好玩 哈哈 不行你選三個 我覺得那個蝴蝶谷附附 還有東方的哈倫斯塔特 對車城車站 還有玩SOP跟住那個露營區 都很好玩 真的我也很喜歡這幾個 這一次來到南投 我覺得跟我們以前平常來的時候感覺不太一樣 以前平常來的時候就是玩日月台那些地方 騎騎腳踏車啊 對啊 那這一次呢就是有去了非常多的不同的 更南投的景點 讓我又更認識了 南投的景點 好啦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喔 以後我們會更努力的做更好的影片給大家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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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